欢迎收听 基督里的新生命 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 上帝如今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在上一次节目中 我们一起了解了悔改的含义及其必要性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和神心意的悔改究竟是怎么样的 首先悔改意味着畏罪痛悔 这世间每一样的罪都得罪上帝 一个人偷窃时 他不但得罪了被偷的人 同时也得罪了上帝 因为上帝曾说不可偷盗 那一个人说谎的时候 更是得罪了那命令我们 不可作假见证的上帝 悔改就是认识到自己的诸多罪恶 知道自己得罪了上帝 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 来为罪忧伤痛悔 大卫是以色列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 上帝自己也说了 大卫是和他心意的人 但是有一次 大卫犯了很严重的罪 他和一位名叫八十八的已婚妇女通奸 为了遮盖自己的罪行 让自己能和八十八结合 大卫设计是八十八的这个丈夫 死在了战场上 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大卫似乎很成功地掩盖了自己的罪 但圣经上说 上帝不喜悦大卫所行的一切 便差遣先知拿丹去责备他 要他直面自己的罪 这一次面对犯奸淫及谋杀的罪状时 大卫没有尝试为自己找借口 或是埋怨他人 他全心为自己的罪悔改 圣经诗篇五十一篇 记载了大卫如何认罪 他说 神啊 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 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 并截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 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这是诗篇五十一篇一到三节的经文 是的 大卫得罪了八十八 得罪了八十八的丈夫 也得罪了他的国家 但大卫觉悟到 他最大的罪是得罪了上帝 因此 他向上帝呼求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诗篇五十一篇四节 在这儿我们看到 大卫真心为他的罪痛悔 他依着上帝的意思忧伤 从而产生了真正的悔改 这也是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要求 要依着上帝的意思忧伤 而生出真正的悔改 圣经格林多后书七章十节怎么说 因为依着上帝的意思忧伤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忧伤是叫人死 我再说一遍 因为依着上帝的意思忧伤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忧伤是叫人死 悔改是我们内心态度的改变 悔改并非是改变我们的一些习惯 它包括我们内心态度的改变 有一点能帮助我们产生这种转变 那便是 看到是我们的罪 使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 一位基督徒说到自己如何在童年时 悔改偷窃的罪 他说 我由祖母抚养长大 她是位虔诚的基督徒 祖母爱我 我也爱她 但我小时候有偷窃的恶习 我们很穷 所以我时常偷拿一些不属于我的东西 为此我时常被祖母惩罚 但这并没有使我停下来 每当看到我所喜爱的东西 我还是会去拿 有一天 祖母对我说 孩子 你因为偷窃常常被我处罚 但好像惩罚对你毫无作用 我太爱你了 不忍心看你继续偷窃 下次你再带不属于你的东西回来 我会把溶线针给烧红 然后刺你的手心 让你永远不会忘记 经过这样的警告 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没有再偷东西了 我知道祖母言出必行 但是恶习难改 过了一阵子 我又忍不住偷了东西 一天 我裤带鼓鼓地回到家 被祖母注意到了 起初 她没出生 后来再也忍不住了 命令我说 把你库里的东西拿出来 我从裤带里摸出了一把小刀 两个小球 一个陀螺 一块橡皮 还有几个硬币 祖母说 孩子 你从哪里拿的这些东西 我默不出声 祖母再次问 告诉我 你从哪里拿的这些东西 我还是不出声 祖母说 好 我就照之前说的 我说过了对不对 要怎么样惩罚你 祖母走去拿来一支绒针 放入火中 烧得通红 然后对我说 孩子 伸出你的手来 我知道自己犯了错 战战兢兢地把手伸出去 我知道我应当受惩罚 可是祖母停顿一下 又说 孩子 为了让你明白你罪恶的严重性 为了根治你的罪恶 让你永远记得 我必须做这件事 你看好 说完 祖母张开自己的手 一下子 把那通红的针 刺进自己掌心 只听一针丝丝声 一丝青烟冒出来 伴随着一股 肉被烧焦的臭网 然后祖母伸出手 对我说 你看看 从此 我再也没透过东西 从那天起 我也了解到 罪的严重性 它会使那深爱我的 并且也是我所爱的那一位 付上何等大的代价 朋友 让我们想想看 究竟是什么 使得那烧得通红的针 刺入祖母的掌心 难道不是那孩子偷窃的罪吗 那么又是什么 使铁针刺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手脚呢 难道不是我们的罪吗 如果我们没有看到 正是我们的罪使耶稣遍体鳞伤 被钉在石架上 那我们就不会依着上帝的意思 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 当我们看到被钉了救主 为我们的罪受苦受死 我们就会为自己的罪感到心灵破碎 那时我们才算真正了解了 耶稣死在石架上的意义 能与使徒保罗同说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你是否真的有悔改 上帝已经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他警告人类 审判的日子将会来临 圣经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三十一节说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上帝并不监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好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上帝告诉我们 那些已经认罪悔改并接受基督为救主的人 将能与他同在天堂直到永远 天堂是所有爱主耶稣 并服从他全民的人的永恒居所 另一方面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 上帝也为那些不爱他 不顺从他的人预备了一个地方 地狱便是所有被逆及不顺从的人的永恒归宿 但我们要知道 上帝并不愿有任何人到这地方去 圣经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 主乃是宽恕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至今上帝赐我们时间 让我们有机会决定自己的永恒归宿 他问我们每一位 你的选择是什么 你是否愿意不再被你做我顺命的儿女 每个人都必须选择自己将来的永恒居所 上帝要我们悔改 因着他的怜悯 他渴望我们悔改 他赐下圣灵帮助我们悔改 但是有一件事是上帝不会做的 他绝不会剥夺我们的选择权 任何人想要蒙赦免 都必须运用上帝所赐下的 所谓的自由意志 绝治悔改 此外悔改也使被造物 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得以恢复 这意味着我们愿意 让上帝做我们的上帝 而我们持守被造物的地位 我们愿意说 上帝啊 我决心远离自私自我中心的生命 从此以后不惜任何代价 来行你的旨意 这便是真正的悔改 能使上帝的心喜乐 就如圣经路加福音十五章十节所说 一个人悔改 在上帝的使者面前 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在今天节目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思考 并回答下边这些问题 从问题的答案中 我们就会知道 自己是否已经悔改了 我是否有为自己的罪 而感到心灵破碎 我是否了解到 是我的罪将主耶稣定在十架上 我是否为罪感到十分痛悔 并愿意完全离弃他们 我能否说 没有任何罪是我所不愿放弃的 我是否看到 我背逆上帝的心 是多么样的罪恶 我是否愿意 毫无保留的离弃 自我中心的想法 毫无保留遵行上帝的旨意呢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朋友 感谢观看